主料,桃子150克,西米100克,辅量,蜂蜜,西红柿30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将西米用水浸泡20分钟,把泡好的西米放入滚水中,煮至中间上有小白心,关火,焖5-10分钟,把煮好的西米晾凉后放冰箱冷藏,桃子洗净,准备蜂蜜, 冷藏后的西米露加入蜂蜜条圆,桃子去皮切小绿,黄色的西红柿洗净切小绿,与桃子粒一起放到西米露里扮人即可,烹饪技巧,可以任意添加水果与西米结合做出各种甜品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